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ребята! Меня зовут Яна. С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будем вместе изучать прекрас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大家好,欢迎来到胡江俄语课堂. 我是猪讲人, Яна.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ребята! 胡江俄语课堂,欢迎大家再次回来. 我们在上节课当中已经把A阶段的常用的言语表达复习了一遍, 可以算是知其然的部分。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遍所以然的部分, 也就是语法。 先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 回头再看这些用法的时候, 会觉得隐约有一根线已经掌握在手中了, 这样呢,就不会觉得语法让人很困扰, 也不会迷失在语法的这种打乱无章当中了。 首先来看名词的部分, 我们知道啊,俄语名词有七、五、五、五、格的区别, 性指的就是阳性阴性中性, 数指的是单副数,格呢,就是一到六个。 首先来看名词的性, 阳性名词有可能是辅音结尾, 也有可能是软音符号结尾, 特别是软音符号结尾的名词, 比如说slavari, rubli, zin, 这些大家要特别留心。 阴性名词通常是以啊,呀,呀结尾的, 当然也会有软音符号结尾的阴性名词, 比如说ploshet, zin, zetrat. 中性名词一般是以哦,耶,一耶结尾的, 有一些特殊的词不是这些词尾, 但还是中性,比如说deksi。 下面来看名词的数。 通常啊,名词都会以单数的形式呈现, 当然在实际运用当中总会有些变化, 复数就是其中的一种。 阴性名词的复数通常有这样几种变化, 应符音直接加e, 短一变成长一, 一一变成一长一, 软音符号变成长一。 阴性名词的复数变化通常有 啊变成ü, 一啊变成一, 一啊变成一一, 软音符号变成长一。 中性名词的复数的变化, 比如说O变成啊, 耶变成呀, 耶变一呀, 咪变成云那。 有一些评写规则, 比如说G,K,H,Z,SH,CH,CH,CH, 他们后面是不写A的, 所以要写成I, 比如说BARG,BARG, KNIGA,KNIGI, NOSH,NOSHI. 有三类特殊的变化, 第一种是阳性名词复数, 第二种情况是原因脱落 第三种就是特殊的变化形式 第二种就是特殊的变化形式 第二种就是特殊的变化形式 比如说 还有些名字是没有变化的 这些词一般情况下都是外来词 比如说 名字单数第二个阳性中性词位是 有些名字在变单数第二个的时候 词干当中有原因脱落 比如说 同样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形式 比如说 这个是单数的变化 我们再来看复述的变化 因此第二个的复述变化词位比较多 比如说阳性音符音日除外 它的结尾要直接叫of 以日词他们结尾的表加yei 短1要变成if 软1符号要变成yei 再来看中性 我变突为ye变成yei ye变成yei 音性呢 阿呀变突为 亚变成yei 软1符号变成yei 那么整合语下 其实就是四种词位 第一种是of 音符音是去诗 除外它的结尾就是加of 第二类是短1要变成ye符 第三类就是 软1符号变成yei 那么第四类就是 我阿呀这位的词 要变成突为形式 那么这样看来呢 复述二格的词位变化并不复杂 当然了还是有一些读书的变化 第一类就是重音 从词干你到了词位 就是notch ettei loch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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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是音性和中性名词 去掉词位之后 如果是两个符音相连 就需要在这两个符音当中 加上o ye 或者是yo akno变成o gan sumka变成sumak rochka变成rochik bishmo变成bisim 第三类是音变 etso变成eic 这个i 由短i变成了长i drevne变成derivien nidheli变成nidheli 软音发结尾 dengi变成dengik 第四种就是完全特殊的变化 stool变成stooliv vremia变成vremion imia变成imion 正常变化的词语 我就不在这里一一举例了 而这些特殊变化的词 大家需要特别的留意 那么第二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说第一种 它是用来修饰名词 说明它的属性特征呢 回答的问题是 chei或者是 gagoi的问题 比如说 gobna divana sungga mami 第二种就是前置词 sot u is 要求第二个 sot is 都可以表示来像 而u表示的是在什么旁边 samosnari 这里呢 那就有个属性 u kawo yest sot 或者是 kto 比如说 wchera dnyo yabo u seregeya 好 现在来看第三个 dazerny baješ 但是第三个 阳性和中性名字 词字词四个 웅 요 esfic X 其名字 i aja ische它的 ainda 词文 是 ring 即是 Ja 还有 i ja 细网 Bardも ắ� 柔 じ 大家看复述的变化 复述以音符音 AO结尾的名字 它们的词位要变成AM 以短一软音符号 IAE结尾的名字复述 第三个词位要变成AM 还是有些特殊变化 比如说BRADIAM BRADIAM STURIAM STURIAM DDRUZIA DDRUZIA LUDE LUDEM DETI DETEM MATEREM MATEREM DOUCHEREM DATCHEREM IMENA IMENAM VREMENA VREMENA I SANGKO YAPUNALYUJIE I ZONG YONG SA TUZI BIAŠSHI SINGLE TENGZE DOI SANG PYUZI OBISDATKAMU SHTO 还有POKUBATI STO KAMU 第二种呢 就是做不及物动词的符语 POMAGATI KAMU 或者是 IMANITI KAMU UCHITSER CHUMU 第三类词前置词要求的 就是K 和B K 表示的是朝 向 往哪里 B 表示的是沿着 在什么范围内活动 第三格的变化 相对比较规律 其足以后容易一些 那么下面要看的是 第四格 VINITI NIPATI 首先来看单式第四格 说到阳性和中性名词 第四格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 它是 动名词还是非动名词 非动名词 它的阳性和中性四格 是同一个的 那么动名词 它的阳性和中性 是同第二格的 那么除了 阿 阿 结尾的词之外 阴性名词 阿 乌 阿要变成 乌 阿要变成 鱼 转音符号是不变化的 第四格的阴性 阿的词位要变成 乌 阿这个词位要变成 鱼 转音符号不变化 阿 阿的变化 我们可能很容易就会想到 那么关于软音符号结尾的 阴性名词的第四格不变化 这一点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 还是要牢牢记住的 不要一见到动名词 就要去变化 好了 再来看下面的附属第四格 附属第四格 它的非动名词形式和第一格是一样的 动名词附属 基本上可以同第二格 有些特殊的形式 比如说 这几个词 它的变化形式 大家可以返回到之前学过的内容 是比较特殊的 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关于第四格的用法 首先是和其物动词连用 表示行为的课题 比如说 第二个就是前置词的要求 可以表示方向目的 回答的问题 也可以和时间连用 当然这里更多的是 表示方向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 它和一些带有方向的动词 要连用 比如说 我们来造几个短语 还有很多这样的词 表示时间的时候 可以表示在几点钟 比如说 还有 还有 加星期 表示在星期几 星期天 要求第二格的 表示来象的前置词和 是可以相互对应的 比如说 对应的是 那对应的是 我们就对应 那对应的是 和这两组前置词 搭配的名词 都是固定的 在之前的课上 我们已经详细的讲过了 大家只要在平时的学习 当中不断积累 就可以了 下面来看第五个 名词单数的第五个 阳性和中性词尾是 Om YM 或者是YOm 你几名词 以A YA结尾的词尾是 OY Y 或者是YOY 以软音符号结尾的 单数第五个 要直接加YO 有几个特殊变化 第一组 词干语 Z SH S CH SH 这几个音结尾的名词 在构成第五个的时候 大中音词词尾是 Om OY 不大中音词是 YM Y 所以下面这几个词 大家要特别注意 NOSH MUSH HGETZ MESETZ VRACH TLASH TLASH 第二组是特殊的变化 比如说MAT 要变成MATIRIU 而不是MATIU DOCH 同样要变成DOTCHRIU 不是DOTCHU IMA变成IMINEM VREMIA变成VREMINEM 副书第五个 I INF IN A O 结尾的名字 字位是 AMI I 短E 转音符号 IA E 结尾的名字 副书第五个 字位是 YAMI 一切特殊变化 比如说 LUDDI 变成LUDEMI DOTCHERI 变成DOTCHERMI 或者是DOTCHERMI IMENDA 变成IMENAMI DETI 变成DETMI MATERI 变成MATERMI VREMENA 变成VREMENAMI 第五个 怎么用呢 首先是 表示行为的工具 回答CYIM的问题 在句子当中 做间接的补语 比如说 VROCE BISHET RUCHKE 第二个是 和有一些段词 他要求 第五个来做补语 比如说 ZIMATERI CYIM ZIMATERI CYIM 第三个 就是前置词的要求 有一些前置词 比如说 S和Z S表示和什么一起 或者是带着什么 可以做状语 ZA 表示在什么期间 在什么后面 再来看第六个 PREDROJNE PADZESH 名字单数第六个 大多数的词位 都是 YE IYA YE 变成YI 特殊的 比如说 VREMIA 要变成AVREMENI AVREMENI AVREMENI U 比如说 NAMAS TU WSAT TU WAERAPORT TU VSHU 第六个的 변化是 YAO CYIV 的名字 是 AH DUANI YE YA RANIN FUHAO CYIV 的名字 CYIV 就要 变成 YAH 有些 特殊 有些 特殊变化 比如说 BRACIA 变成ABRATEH DETI 变成ADETIH VREMENA 变成AVREMENAH DRUZIA 变成ADRUZIAH MATERI 变成AMATERIAH MINA 变成ABEMENAH 第六个 又叫做 前置词 它意味着 一定是 和前置词 一起出现的 和六个 连用的 前置词 有 O V NA 和第六个 连用 表示在哪里 也可以表示 时间 表示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FKKOMGADU 表示在哪一年 FKKOMMISITS 在哪个月 NAKKOMISITS 在星期 在哪一个星期 NA 加交通工具 表示 乘坐某种交通工具 那么 以上就是 我们对名词的 性数格 作为简单回顾 在变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 主要特别注意几个词 AJES MAT DOTCH S RINAK AKNO BRATIS TRA ZEREVAS TU VREMIER IMER 等等 这些词 在变革的时候 总是会有特殊的变化 而它们每一种特殊变化 中间也是有一些联系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心 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GDGE 和GUDA 可以看到GD的形式有下面这些 FUZ TAM TUT WNIZU NOWERHU LATAM 前置词有 U CIA KAVO CHEVO V NATIA CHEOM ZAKEM CHEOM 而可以表达GUDA的形式有下面这些 FUZI DUDA SUDA WNIZ NOWERH 前置词有 KCHU KCHU MU KKAMU UNA JASTO DOTCHU FUZI FUZI NOWERHU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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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词的变革非常有规律 也很简单 就不需要在这里专门再梳理了 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 下面要看的这个部分是动词 动词的变位 首先来看动词变位 动词需要根据不同的人称进行不同的词位变化 这样的变化有两类 第一变位法和第二变位法 第一变位法的基本变化是词位变成相应的 U YOU YES YET YEM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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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变位法的基本变化词位是 YOU YES YET YING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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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的重点就在于 基本变化是重点 就是这种词变位在这里 我们很需要注意的地方 JYET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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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ждать я жду ты ждешь они ждут любить я люблю ты любишь они любят ходить я хожу ты ходишь они ходят спать я сплю ты спишь они спят ведь я пью ты пьешь они пьют ведь я пою ты поешь они поют идти я иду ты идешь они идут ехать я еду ты едешь они едут заказать я закажу ты закажешь они закажут 刚才这些动词变位置给出了 я ты они的形式 那么其他的形式我们也可以根据 ты来变化了 下面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 хотеть и мочь там же буквально зато бенхва хотеть мы идти来变一下 я хочу ты хочешь он она хочет мы хотим вы хотите они хотят мочь я могу ты можешь он может мы можем вы можете они могут аэро语动词要分未完成体和完成体 几乎每一个动词都会有对应的完成体和未完成体 完成体是没有现价式形式的 只要一变位就是将来时 所以接下来我们正好说说时态 俄语当中的时态分为过去时 现在时和将来时 动词过去时的基本词位是 相对比较简单 现在时我们可以用动词的未完成体的变位形式来表示 将来时的动词形式有两种 一种是完成体动词变位 另一种是but加上未完成体的动词不定词 分清完成体和未完成体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完成体未完成体除了在表示动词时态的时候用法不一样 在过去时当中它们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完成体动词在过去时当中表示已经完成的动作 这个动作是带有一定结果的 比如说 而未完成体动词过去时当中只表示过去做过这个动作 它的侧重点是动作本身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 比如说 这是理解完成体和完成体的一种技巧 但不是公式 我们在分析句子的时候尽量直接考虑它基本的意义 也就是这句话它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根据需要来用适合的体 上面的解释呢只起到了一种辅助的作用 大家可千万不要去升班硬套这种语法规则 否则会影响你的判断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动词but 这个词有几个意思我们来梳理一下 第一个意思是在 在表达在的时候这个词只出现在过去时和将来时当中 现在是是不出现的 比如说 爸爸 не на работе 爸爸 не на работе вчера утром 爸爸 не был на работе завтра 爸爸 не будет на работе 第二个意思是有 同样指出现在将来时和过去时当中 现在是有 不resso η言之后 Dunk Bolt Sud 给他订阅 我们后来ğ opposite 我们后来一句话 第三个意思就是是,同样只出现在过去时和将来时当中,在这个当中需要注意,but后面通常加的是第五个,在表示职业的时候,它就可以等同于rabotat game,将来时当中还可以等同于dat game,比如说unjournalist,unbojournalistam, unbojournalistam,它的否定形式很简单,只要加上你也就可以了,下面我们要说说短尾形容词,形容词大家都已经非常了解了,有长尾和短尾之分,这里要再说一下短尾形容词,它是在长尾形容词的基础上将词尾变成不音,而无意义的形式,来说明短暂不稳定的状态, 我们目前见过的有,atkryt,atkryta,atkryta,atkryty,zakryt,zakryta,zakryta,zakry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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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kry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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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看的内容是位语副词,也就是说呢,有一些表示感觉或者是表示允许需要的副词可以直接用作位语,后面的动词用不定式,而主题需要用第三个,这些句型大家其实都很熟悉,比如说, 这种句子是没有人称的,有人的地方要用第三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还有一种句型叫做不定人称句,这样的句子有一个潜在的主语是 不管你知不知道动作是谁发出的,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只要不想说出来动作发出的是谁,就可以用不定人称句,既然现在的主语是安逆,那么动词就一定要用安逆对应的变为形式,比如说 有人在等我 据说明天要下雨 数词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最后一个部分,数词分为基数词和叙述词,基数词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和名词联用 在和名词联用的时候,要注意,第一点,ad-in-dva是有性的区别的,ad-in分为阳性、中性、阴性还有复数四种变化 ad-in-dva在和阳性中性名词联用的时候用圆形,和阴性名词联用的时候要用dv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一和名词联用可以直接用第一格,234以及20到99之间,尾数是234的数词和名词联用的时候,名词要用单数第二格 其他数词在和名词联用的时候就要用复数第二格 叙述词的词尾和形容词类似,所以它要随着名词的性数格的变化而变化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第三,联系 它的中性和阴性分别是联系,联系一样 这里有一个变化,转移符号 一小节课的时间只能帮大家复习到这里了 下面还是来做做小测试,看看语法到底是不是清晰了一些 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测试吧 好了,到这里呢,我们所有A1部分的内容就真的是告一段落了 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的学习当中已经是收获颇风了 那么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希望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坚持学习俄语 到达自己心中那个理想的小岛 祝大家一切顺利 我们来看看吧,由我来接近这些小骨的赤匙 是一个小骨的赤匙 对咱们开始变化